來到展館這裡 已經是很多人在排隊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我們日本之旅第一站就去了 任天堂的博物館拍了一條片,已經出來了 現在第二站就來到 TGS2024 我們頻道成立了這麼久 都是第一次來這裡 以前我們都是在香港留守著 報導遊戲給大家知道 今次就親身來到,我們就想了很久 決定用一個玩家的角度去入場 我們就第一次來 盡力玩多點,拍多點 因為第一次來,我們都不太知道流程是怎樣 這條片我們就應該會截錄精華 不說那麼多了,進去了 第一次進來TGS會場真的很興奮 一進來就馬上看到這個攤位 很大隻紅色的REANIMO字樣在這裡 這個是這套Lightmare一二集開發團隊製作的遊戲 因為這套Lightmare三已經是第二個團隊開發 不如我們排隊,好嗎?去玩一下 好 在正中心上面就有很多隻手的怪物 再高一點就吊住了一個發光的催氣月球 排隊時間大約是三十分鐘左右 不過一開始我是以為真是鬼屋裡 不過進去就是,其實是打遊戲的 還有玩下去真的像Lightmare的風格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就可以嘗試第一二集開發團隊的作品 還有我們進去玩完之後是有些紀念品 例如這張REANIMO的貼紙 有一個面具 就是其中一個主角都帶著的 還有一卷,這卷應該是和紙來的 想不到我們來到ROG的攤位 是可以試玩到真三國無雙Origins 不是在光榮攤位玩,率先在這裡玩了 用一部ROG R9X 經過上次真三國無雙Origins 的失敗 我可以說是 究竟這隻Origins 可不可以挽回粉絲的信心 讓大家玩得開心些 我發現 我發現 原來是連接了 我輸出了 不過可惜它沒有聲音 聽不到它打人的聲音 我想說 你這部機 也挺純暢 打得上去 炒得這麼高 發動無雙技能 再按Y鍵 解決它 搞定 好了 可以讓人玩 用這部ROG R9X 玩Sonic 就像我們小時候用Game Gear 那個感覺 這個當然是螢幕很大 以前小時候Game Gear的螢幕很小 這遊戲其實是重製版 另外加多了Sherdle的版本 就變成SonicSherdle Generation 十月份就會出的了 沒想過一進來 就可以在這裡 已經可以玩到 因為 譬如三國無雙 Sonic 這些我覺得 是要排隊的 在裡面 正式他們的展區 反而這裡才可以玩到 當然 進去應該我都會再玩 對 這裡這麼多貓 貓奴盡 就一定適合 我猜不到來到TGS 都會見到救世者之樹新世界 試玩一下遊戲 其實這個斜斜的角度 再加上這麼有趣的玩偶 真的很有以前我玩Online Game的感覺 這個 這裡就可以做衣服 還有一隻貓在這裡走來走去 還可以預覽一下有什麼衣服可以換 頭幾件是公仔衣服 可以扮一下貓 還可以做個頭套 配襯套 有這麼多這些公仔衣服可以換 其實都挺有趣的 我就已經換了一件公仔衣服 看看有什麼頭飾 可以放一隻鴨上去 臨戴頭套 因為我覺得放隻鴨在頭頂上 真的很搞笑 轉個圈給大家看一下 還可以做不同的動作 難得來到一定把禮物拿走 那我就好預約了 還有在他們的官方的Twitter 即是X Follow了他的帳號 就可以扭蛋了 哇 這個扭蛋機裡面的蛋 很巨 我那份都被阿俊扭 大家都知道他這麼幸運 一定有好東西 哇 我真的很大 一手拿不完 裡面有一張紙 應該是 看看你做什麼 他會給你 我扭到三個鑰匙扣 和一個襟章 除了扭蛋 還有東西抽 因為我們在日本很頻迫 還沒買過御手 竟然第一個御手拿到 另一邊就是這樣的 是一隻黑貓 他跟我說還有一件事玩 Scan QR Code 答問題 看看我可不可以做到用者 還是大賢者 答完問題 很明顯我是勇者 所以就有一張勇者證給我 反過來我想要大賢者證 大家如果在香港看過廣告就知道 是阿薩代言 還有職員告訴我們 遊戲十月中推出 在十月六日就會有個官方發佈會 還說有機會親自去北極 探訪北極紅 在這裡都玩了很久 我們期待這遊戲的推出 鱗園 就已經看到這隻屎萊姆 它的下方就是Square的展館 好了 勇者鬥惡龍三的HD2D重製版 11月14日推出 超美 讓大家看看上文線 其實我們還沒進會場前 在地鐵站都已經鋪天蓋地的廣告了 但Square其實已經用過這個HD2D風格 復活過很多隻舊作的 其實是漂亮的 說真的 好搞笑 有Line is Strange 2的熱狗人在 Square的攤位還有浪漫傳說 而重製版的展區 這裡沒什麼地方玩 不過就有一個皇帝之皇座攝影的道具 讓大家上去拍照 你也不要去拍照 我又很有興趣 而且它拍完完照之後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它會做一整 旁邊第幾代皇帝的名牌 很好笑 真的好像這遊戲那樣 是會跟皇帝玩幾代主角 我就是第四、五、六代皇帝 這個香港館剛才有問過 就是有12對香港開發的團隊來到這裡參展 為了想支持香港製作的遊戲 我想就會做一條特輯好些 想看就要繼續留意我們的頻道 PS5 Pro真的很多人看 都是九月頭剛才公佈 我們終於在會場可以看到這部機的真身 尺寸上是比Steam版厚一些和高新一些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買呢 我自己就一定會買 還有今年是PlayStation推出第30周年 所以就有一些特別的展品放出來 就是很多人都很希望抽得到的限量 特別版PS5和PS5 Pro 在這個展櫃最左邊就是初代的PlayStation 1 它旁邊就印了PS1到PS5的推出年份 以及外形 然後就是PS5 Pro 30周年限量版組合包 然後用回經典PS1這個灰色的配色 以及留意這部PS5 Pro 是全球限量12300部 那麼多 這條USB線正 就是初代PS1的手掣插頭的造型 再加上手掣按鍵那四隻式的速帶 一張初代PlayStation Logo的貼紙 以及這個萬字甲 除了PS5 Pro之外 連普通版都有特別色 這個PS5手掣除了正面之外 還展示背面給大家看 Edge的按鍵也是 不過如果被我抽到 我是不會捨得用它 因為它後面的面膠是很容易拿去的 我自己用的那塊已經有點疼 還有PlayStation Proto 也是有30周年特別版的 我已經叫了家人 開了帳戶幫我抽 希望可以抽到 在這裡看到JDM 之前拍過的DEMO給大家看 之前拍片只是用手掣玩 到這裏是有軚盤 我當然是牌擠 捏一圈 這遊戲主要其實是玩飄移的 有興趣就可以看我們的笑玩影片 又或者直接下載它那個罪障版 是免費的 可以試試玩一下 我們平時剪片就是用這個軟件 我們不是用Penia 我們是用Bad Magic Design的Dawin Series Shop 它在這裡擺放的原因 我覺得就是因為 這裡除了很多遊戲參戰商 還有很多YouTuber 他們要剪片 我推廣一下 還可以試試它的剪片鍵盤 我覺得這個軟件很值得用 因為Penia你要買Adobe 就要每個月付錢 這套東西是買團的 二千多元 二千多元抵到難 其實它的免費版都很好用 是免費的 你一般人用是夠了 我們因為想要一些效果 或者一些特別很專業的效果 才需要買它的 複雞蛋 是的 好了 這段影片我們就來到這裡 其實我們還拍了很多東西 給我們一些時間 整理一下 到時候就會剪輯我們玩過什麼遊戲 還有買了什麼紀念品 這個是我們來的其中一個目的 我們很想購物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讚和下面的朋友觀看 謝謝 拜拜